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个流光的这种星球 一个流光的球体 首先呢 我先将背景做成了这样比较暗的蓝色 将它Ctrl加上数字二键锁定了 锁定之后呢 我接下来要去绘制这个符号 这个符号的话呢 它的一个基础图形啊 其实就是一个矩形 好 画一个细一点的矩形 画一个矩形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将这个矩形定义为符号 在这里新建符号 好 我们在这里呢 可以选择静态符号 静态符号 我就不再命名了 然后点击确定 然后我们这里有了符号之后 这里就可以删掉了 对吧 删掉之后呢 我们去选择这个符号喷枪工具 然后选择这个刚刚新建的符号 我们去给它去喷 对吧 然后下面也是 这里也是 然后给它喷上这么多 那喷好了之后呢 我们接下来要用这个仪威器呢 给它去移动一下位置 你看尽量呢 就把它有一些比较空的地方给它填上 它的整体呢 应该也是更像一个长方形 你看这一块比较空 我们向左去移动一下 然后呢 你看比较空的地方呢 咱们就用那个紧缩器 然后给它去做一个紧缩 那这一块又比较密 按住out键啊 让它分散一切 好 还需要移位器给它进行一个移位 ok 然后这样调整之后呢 我们接下来要给它有大有小 让它错落 我们可以用缩放器 将它下面这一排给它去缩小 好 按住out键去单击它们 这里就可以缩小了 对吧 这里就有缩小 呃 然后我们将它这一块啊 也是再缩小一点 呃 有大有小 之后呢 我们再让它的颜色做一些呃 变化 呃 在变化颜色之前呢 我还是需要移位器 你想将它缩小之后呢 它底下就有点空了啊 还是需要大家多关注要移动一下的 ok 那么这里做好之后呢 我们再给它去加一个灼色器 呃 灼的颜色呢 我们可以给它一个这样的眉红色 好 灼色器 在下面给它单击上 你也可以向上面啊 给它再单击一下 然后之后呢 我们还应该让它有有深有浅 用绿色器啊 把部分给它去做一个半透明的这种处理 那么它会增加这种层次感 会增加层次感 ok 那么这样的话呢 就差不多了 做完这里之后 我们将整个组都选中啊 还是给它去新建一个符号 好 新建符号 呃 我们这里的话呢 我也不再命名 点击 确定 好 确定 然后之后把这个删掉就好了啊 删掉 呃 我们接下来呢 画一个圆形 画一个圆形 ok 那之后还是将它左侧 这个锚点选中delete删掉 然后我们还是需要3D里边的绕转 好 我们点击绕转 呃 这一块呢 大家其实都可以给它清零 好 编成零度 啊 零度 然后底下这里的高光呢 这个位置还算ok啊 我们可以打开预览来看一下 它就可以变成这样的一个球 啊 变成这样的一个球 ok 那之后呢 我们单击贴图 贴图 呃 贴图这里呢 我们也是这样预览 预览着看啊 我们需要给它用符号贴图 符号这里呢 大家来选择一个刚刚我们新建的这个符号1 啊 也就是说这个符号 那我们可以去给它移动位置 从左上角 啊 给它放大 到右边 对吧 你也可以整体在向上啊 给它去拖一下啊 是这样的一个效果 那我们可以把三维模型不可见 看一下 现在就是三维模型不可见的一个状态 对不对 好 然后我们去确定 呃 缩放以合适啊 单击一下缩放以合适 好 我们给它向上 再让它密集一些 OK 然后现在点击确定 好 确定 我们来看一下 那这个半揽的一个球体是不是就出来了 出来之后呢 我们可以将它呃 进行一个扩展 啊 进行一个扩展外观 好 扩展外观之后啊 它是成组出现的 我们可以给它右键去做一个呃 对称 对称 呃 以水平轴啊 这样去做一个对称 复制过来 呃 这样的话它是不是就一个球体 对吧 呃 大家呢可以 呃 将它下方的这里呢 向上移动啊 可以好 卡通加Z 好 卡通Shift加Z 我们撤销回来 刚刚没有给它去动 然后之后呢 我们呃 嗯 可以取消编组 好 再次取消编组 好 它 嗯 我们将上面的这个啊 上面这个选中 好 按住Alt键复制一下 那它是一个大球体 好 按住Shift加上Alt键 我们这样去呃 嗯 放大 可以放再大一些 将这个组的不透明度去降低 那作为一个背景出现啊 然后我们将这个球体 CtrlShift加右中号键放在顶层 好 把它的不透明度再次降低 就降到10左右就OK了啊 降到10左右 好 然后其实我们还可以将它下面这个删掉啊 就是将它下面这一部分删掉 好 我看一下 好 Delete删掉 我们用一半就OK了 用一半就OK 好 给它向下一动 好 那么这样的话呢 呃 我把它的不透明度还要再降低一些 好 再降低一些 那是这样的一个效果 然后我们的这种流光的一个球体啊 就做出来了 好 今天的教程呢就呃 讲这么多 然后我们今天课程呢也就上到这里了 非常感谢大家观看 我们下节课见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 给大家看